都说大自然无奇不有,这话确实不假,就好比我们都知道很多动物都喜欢吃肉,但是你知道植物也有食肉的吗? 别说还真有,捕蚓草就是其中的一种,如此特立独行的植物老外自然不会放过,这不其中就有一个老外在家里养了一盆捕蚓草,有事没事就恶搞一下,抓了一只蜗牛就放到了捕蚓草的嘴里,捕蚓草也是来者不拒,二话不说就合上了嘴巴,奈何蜗牛的体型太大,弄得捕蚓草根本就合不拢嘴。 下一秒老外也是脑洞大开,直接将口香糖就塞到了捕蚓草的嘴里,你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? 如果不是视频为证,玄玄根本不敢相信,三秒钟过后,捕蚓草竟然学着人类吹起了泡泡,这样的结果怎么能叫人不震惊呢? 然而更令人震惊的还在后头,只见小伙又拿来一根香烟,直接就塞进了捕蚓草的嘴里,捕蚓草也是毫不犹豫的就接了下来,仿佛在说,你敢给我就敢抽,果然一阵白烟直接就冒了出来, 别说这捕蚓草抽烟的姿势确实老道,像极了老烟枪。 看到这里,玄玄终于知道,为什么老外那么喜欢捕蚓草了。 这样的捕蚓草,估计玄玄也能玩上一天,就是不知道按照这样的玩法,家里得买多少盆才合适。 亲爱的网友们,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捕蚓草呢?你有什么新奇的玩法吗? 节目的最后,我们一起来玩一个小游戏吧。 打狗要看主人,打虎要看什么。 好了,本期的先看。